扮演一个外围的发炮手 大个儿的射手 他是替代了之前逆红宇的作用 切入篮下两分打进 阿江知道今天的第一个暂停来得特别早 时间进攻防守都不利 高灯一个人就策划和完成了球队的三波进攻 王宁杰的中距离 基本上这球啊 大多的时候得从他这过渡 从那出手 调篮下绝对高度 这边中锋的前掌落位比对手的后卫还快 把张大宇调出来 其实篮下有队友切入的机会 相信自己手感投一个也没问题 快速上球 高灯又是一记助攻手下 好不可怕呢 他在那时间球队的进攻 几乎就处于停滞了 高灯 张大宇这球球令人走 好在高灯救回来 篮下一个转沉没进去 好球老将也有自己的第二尘 捕捉到犯规也搭上 看高灯这球得记50%以上的功劳 如果这球不是自己舍命为球队的话 那哪有这次扣成的双手 直接发动背身的攻光 这毕竟转身这一下 对奥比克巴来说 还是处理的不那么流畅 高灯这次再来打 罗凯文三分进了 罗凯文可真是够忙的 防满里边防外边 这就是休息好了 体力充沛了 看啥都准了 高灯三线外一步远距离 真是回应下起三分语 打了一场 酣畅林迪的加持 高灯已经在苗框了 这次选择抛头 两分有效 会是一次二加一 现在他有机会在登场 只想把篮球射进篮框 单捷三分球十一中四 这是球在场上 上奥比克帕带来的副作用 场上现在有高灯往内线去 这次选择了